诶 出来 你被牙匠啊 你把牙匠给你 你把牙匠给你 巡逻远警发现嫌犯鬼鬼祟祟 立即向前盘查 发现他的机车上装着两台冷气室外机 当场任账拒货 戏份局无心街派出所深夜监获民众报案指称 住家附近乡龙内不断传出敲打及搬运声 警方获报后到报案地点四处查找 果然发现有一名男子在乡龙内徘徊观望 一旁停放的机车上跟装载着两大台冷气室外机 警方询问嫌犯却无法说明冷气室外机怎么来的 合所援警接获报案后立即到场 见一男子行机可疑予以盘查 发现犯嫌窃取冷气室外机 电线预前网废铁变卖 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台北地监署侦办 据了解这名罗姓嫌犯连约60岁 是一位冷气技师 嫌犯便称在行经该巷弄时 发现两台冷气室外机和电线放置在防火箱内 由于一旁是无人居住等待都根的建筑物 他想说冷气室外机和电线就像路边废铁 因此想等天亮后搬到资源回收站变卖 结果被警方当场查获 将表示后续将通知冷气机失足领回 而罗姓嫌犯在讯后也被依切到最前 移送台北地监署侦办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